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说到我国的外交很多时候都让人十分尴尬 因为有些国家即使收了你的好处 也未必会领你的情 这也不仅让中国人民很受伤 毕竟我们惹情待人 最后却换来人家冷眼相待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待游客的态度上 这话谁都好受不起来吧 不过中国外交也不是一直都这么坎坷 比如被中国游客昵称为巴铁的巴基斯坦 就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例子 巴基斯坦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受到了我国的多方援助 而且不光是经济 在一些外交问题上也不受中国关照 所以即便发展不太乐观 还随时要防着印度的凯具 在中国的帮助下许多问题都能延然而解 因此巴基斯坦也成了世界上 唯一一个与中巴关系写进教科书的国家 整个国家对中国游客都抱着热切欢迎的态度 许多到过巴基斯坦旅游的小伙伴 都表示当地不光明封城铺 如果知道你是中国游客 不论走到哪里都是十分受欢迎的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巴基斯坦街边几毛一杯的冷饮 中国游客可以随便去杯 而且分文不收 不过虽然叫着巴铁 但小伙伴好歹是去旅游的 哪里好意思不给钱 所以推推嗓嗓的一般都会多给一些 毕竟冷饮虽然便宜 但是人家一家人的收入来源 关系越好越应该体谅对方 这才是最基本的厨师之道 你觉得呢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